從小的時候我就很愛台語 我心裡就是很注意台語 一聽到一個新的書 或是說新的講法 我就會馬上很快就學起來 所以台語對我來說是很有客人力的 很多人比較會說 要跟年輕人要看人 我現在不會說台語很多 我剛才有的爸爸媽媽會說台語 但是他好像比別 他必須要跟他們的兒子說國語 這到底是為甚麼 所以我只是想說 父母可以... 如果說台語就會說台語 我覺得可以盡量跟孩子說台語 當然你會說台語一種意願 當然就是很方便 局本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跌在外面遇到 寫局本的人要寫台語 結果用公義在思考 好 但是呢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完全說台語 那就變成一台厲害 去反應的過程 我覺得在我們將來台語 開幕後有很多的事要說話 母語是文化的金 我們共同來把金顧好 讓它營養 讓它擁長生團 可以開封的更多漂亮的花 不斷給多年紀 公司台語大七歲 第二畢 連未來 要不早家人 不妙 要不給我 把什麼都給她